故卫和林志孝两人在上海玩了几天之后 便启程下一个目的地 到了杭州之后 林志孝特地买了两套汉服 为的就是在泛州西湖的时候 拍出美美的照片 故卫对于林志孝的这个提议相当赞成 他好像都没有看过林志孝以前穿古装 或者是拍这种类似艺术照的照片 除了两人在结婚的时候 拍了一组中式礼服 除此之外 好像也没见到过有这样的大伴 一时还挺期待的 在很多汉服的店铺 林志孝速度很快 挑中了一件青绿色和一件紫色的 本来想选一个 故卫说都好看 结果两个就都拿着了 在白天的时候 他穿了那件青绿色的汉服 又买了一把油脂伞 两人在泛州西湖的时候 他抬头问顾卫 我这个样子像不像小青啊 顾卫很配合地点点头 的确很像 接着又说了一句 那我 岂不是上上辈子的法海 为什么呀 林志孝有些不解 不知道法海和小青是什么关系 他们不应该是敌人吗 因为法海前世 暗恋着小青 爱而不得 才会由爱生恨 林志孝听完误会的话 十分不相信 给出了一个结论 这是你自己编的故事 骗我的吧 顾卫觉得不应该呀 你上学的时候 没有听说过 这个版本的故事吗 小青和法海之间 林志孝摇了摇头 没有 但我听过这样一个说法 法海暗恋白素贞 很奇怪 白素贞居然嫁给了 许仙这个人类 有极度产生的心魔 所以才想拆散两人 才会把白娘子 嘴中压到雷锋塔下 顾卫摇了摇头 看着笑脸开怀的 林志孝 真怕她一个站不稳 便掉下船去 这个版本 还真是有点狗血 是啊 故事传来传去 就变了个样子 两人正说着话 一抬头的时候 还真看到了 雷锋塔在眼前 掩盖在重栏叠杖中 看得不是很真切 可当真和白娘子传奇 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心里还蛮有感触的 相比较前几天 泛舟西湖的游玩 林志孝 更喜欢夜晚的 姑苏城 这里寂静中带着平和 走在这样的小路上 整个人身心 都感觉放慢了 好像平日里的那种 快节奏的生活 与这样的宁静 就是两种不同的状态 和生活 她和顾卫手牵着手 漫步在这小路上 听着和蔼两侧传来的戏曲 感受着人间灯火的气息 觉得分外美好 有那么一瞬间 她好像突然理解了 小说中的那种 江湖侠士们 想要归隐的那种感受 就是与一人寻一处 静候余生的幸福 我也喜欢夜晚的 最后一天 要离开苏州的时候 顾卫和林志孝 买了好多的云切糕 桂花糕 核桃酥 这些东西 林老师和林女士 都很喜欢吃 三三也很喜欢 所以两人 买了不少当地的特产 本来顾卫 想让林志孝 换回平时的衣服 但林志孝觉得 既然还没离开 那就再多穿一天 所以当她穿着汉服 与顾卫拎的大包小包 朝着车站走去的时候 很不幸 意外发生了 在车站前的空地广场上 有一对小夫妻在吵架 顾卫牵着她的手 想要绕开前面聚集的人 结果围观的路人 纷纷开始后退 林志孝一个躲闪不及 就被人撞倒了在地 顾卫连忙过去 护住她起来 生怕这么多人 发生什么踩踏事件 结果万万没想到 林志孝的这个长裙子 又把她绊倒 这次是真摔到了骨头 笑笑 顾一声 疼 林志孝疼得呲牙裂嘴 眼泪一下子出来了 顾卫慌了 连东西都没有顾得上 赶快蹲下去检查 都不用摸 一看脚踝骨肿得那么高 顾卫心疼地将人抱起来 在路边拦了一辆车 就往医院赶 谁也没想到意外 就这么发生了 顾卫都明明已经 拉到了林志孝的手 结果却再次摔倒 天知道 她那一刻有多惊慌失措 在去医院的路上 顾卫一直看着 林志孝的脚踝骨 整得那么高 笑笑 如果很疼的话 你就咬我 她对林志孝的心疼和自责 这会儿全都迸发了出来 林志孝其实这会儿 多多少少 已经有点麻木了 不像刚刚那般无法忍受 刚摔倒的时候 那一瞬间 真的是钻心地疼 她将顾卫 放在她面前的手拍掉 你以为这是生孩子吗 还咬着你 顾医生 你是不是 电视剧看多了 林志孝忍着疼开玩笑 她不像顾卫那么担心 可林志孝越是如此 她心里越难受 抬起手 将刚刚林志孝 已经被汗水浸透的刘海 拨到一边 笑笑 对不起 是她没有照顾好她 哎呀 又不关你的事 是我自己不小心 两人这边说着话 那边司机就已经 将他们拉到了医院 顾卫刚刚已经在手机上 提前挂好了骨科的号 这会儿 直接带着林志孝 去检查就好 拍了片子 结果出来 还好不是特别严重 没有达到骨猎的程度 但还是要休养几个月 毕竟伤筋动骨一百天 这事一出来 两个人的蜜月旅行 被意外打断 本来林志孝还不太想回去 怕林老师和李女士担心 但一想自己又不能玩了 在外面待着 还不如回家养着 那我们回去 先不告诉林老师 与林女士 我们回来了 林志孝在回去的车上 对顾卫说 好 林志孝将头 靠在顾卫的肩膀上 顾医生 对不起哦 顾卫没想到 林志孝为什么会说道歉的话 傻瓜 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 怎么了 没想到 我们的蜜月之旅 竟如此草率地结束 你好不容易才有的婚家 这多少会是一种遗憾吧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